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那個材質客製化的部分喔 也就是說呢你現在 我們在這邊 你已經有了這個材質嘛對不對 不是那個基本的 一樓結構那你可以再增加其他的隔間出來 比如說可能我們一樓的話 我們會在這邊加上 比如說你一樓客廳 然後可能後面也許是廚房 那 你就會做所謂的隔間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牆壁就在這邊其實就可以先畫出來 而且呢我相信你們家比如說客廳啊 牆壁 那個廚房他的牆壁是不是會設不一樣的材質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那個部分你要怎麼做 你可以再把牆壁 再畫下去喔 再繼續點下去 那我們就 如果中間這裡我要隔開 我就看到這邊 過來過來到這裡 你可以先把它封閉起來沒關係喔 比如說我們到這邊然後這邊可能還有 有些人會在這邊樓下還有一個廁所 類似像這樣子的 那你現在有了這個之後 要先留意一個地方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的牆壁 我還是先回到箭頭的工具 牆壁基本上在這裡它還是怎麼樣 還是同一個有沒有 還是同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我要把這個牆壁呢 在這邊 想要把它分開 因為如果我們在設定牆壁的時候 我是 同一個牆壁可以設 左邊跟右邊 但是在這裡我就沒有辦法 把它區隔開來 沒辦法說設成兩個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 牆壁的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它有一個叫分割牆體 在 牆壁上面按右鍵 我把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有一個叫分割牆體 分割牆體 它就會從中間 就是把這個牆壁分為2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移動這個節點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看看喔 按右鍵之後分割牆體 好現在有沒有變 兩個牆 可是它的位置並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從這邊 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拉到這裡來 這樣我就可以 針對 這裡的牆壁做一個 這裡的牆壁做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分割牆體的部分 OK 那下面這裡也是一樣 點到它 因為我剛剛已經是分開畫了 所以就 這邊本來就分開了 好所以這個是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我前面這裡 一樣 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來這裡設定它的 牆壁 但是一樣的你要先判斷一下 是左邊的牆還是右邊的牆 以我現在這裡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應該是這裡有沒有箭頭在這邊 這樣 我當初是這樣畫過來的 所以這裡是左邊 這裡是右邊 好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就 找到左邊的牆 外牆 如果你要鑽牆的就把它點一下 好那內牆的部分呢你也可以自己設定喔 然後 內牆我們來換一下 看你要哪一種材質的 像這種都是比較像外牆的有沒有 外牆也有人用這一種的 好所以我們中文化的那個作者他其實 很認真的幫我們整理了很多 好假設你要木頭的 確定 確定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外牆有了 內牆有了 那其他牆壁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繼續做下去 可是呢 也可以怎麼樣 跟我們一般 那個 Office一樣 我們可以用複製格式的 怎麼做呢 我就點到這個牆壁 到這裡 編輯裡面的複製 或你用上面這裡都可以 複製 好複製好之後呢 我們就點到 你要 貼上的牆壁 你可以按住Shift 從此加選 從此加選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外牆的 這裡一個 你按住Shift 如果這邊到時候要不一樣你可以把它切斷 好 那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鍵 那麼在這邊的話一般我們 按右鍵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做 貼上 一個叫貼上式樣 因為我們現在並不是要複製牆壁 所以我只是要貼上它的樣式 你就選擇這個 貼上式樣 OK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好 好有沒有 牆壁全部都貼進去了 都貼進去了 那 內牆的部分你可以再去更換 好 那地板呢 也是一樣 地板你看我們現在是完整整個一個地板 對不對 如果你要分開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子 我現在這個把它先 刪掉 好 因為我這兩個都是什麼 密閉的 所以我就來 建立地板的工具 在裡面 咚咚 咚咚 這樣你就有三個地板 你就可以個別去設定 這三個地板的材質 比如說你在客廳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用 很多人喜歡用大理石嘛 對不對 就看你要哪一種大理石 這樣他就幫你貼進去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大理石這樣太小 就是他重複太多個 你可以在這個文理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找到剛剛那個大理石 應該是這個 那你可以在這個比例 你如果要比較大塊的 我這邊比如說變400 那他 這個地方呢 就會變比較大 他就不會一次拼貼那麼多張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 那廚房的 一樣 點到他 就在設定一下 那麼 像在這邊呢你可以做門也可以 也可以把牆壁是不是可以設矮一點 跟我們剛剛在外牆這邊一樣 所以 這裡呢 我點兩下 我可以把這裡的牆壁變矮一點 比如說一樣一打二就好 這樣就是會有一個空間 你就可以再拉出來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先把 就是那個 結構的部分牆壁地板 先把它做好 那你如果說這裡我要開一個小 一個洞 你再這樣把它拉開 這樣也可以 你在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 可以 一樣 多增加一個 分割牆壁 多一個節點之後 這個地方你可以自由的調整 然後比如這樣子 那我再把這一個段牆壁 把它刪除 這樣子的話呢 你這邊是不是就有一個洞 可以走進去了 所以這個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們在這裡 剛剛我們個別去使用它的時候 就是建立那個所謂的地板 因為我們中間這裡已經有牆壁了 所以它中間這一段地板不會跨過來 所以中間這裡會有一個 地板是沒有的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 增加進來的話你就必須要點到這裡 再把這個 部分呢把它怎麼樣 放大一下喔 在這裡 然後把它拉過來一點 這樣它才會重疊到外面 因為平常它在幫我們自動產生地板的時候 這邊是 不會有材質的 當然其實很多的做法是在這邊會有不同的顏色 代表說我這邊是跨到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空間過去 所以有些 你們在家裡面會看到 就是牆壁這中間這一塊 它可能就是在另外貼一個另外一個顏色的 大理石啊 或者是那個木頭的地板材質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就是先做到這邊 請問同學這樣OK嗎 我們下禮拜呢就會繼續 再把 這個 一些客製化材質的部分 再把它 跟各位做介紹 然後呢 怎麼去外面call out求救 去找更多的模型跟材質 介紹給大家 最後呢要麻煩各位囉 我們在 這個 網頁上面 我們在網頁上面 訊息 這裡有一個問卷 麻煩大家幫忙填寫一下 讓老師知道說你今天 這樣的遠距上課的方式 看看 連線的品質 老師在課程進度的掌控 還有就是你自己 就是對於這個 學習的一個效果 因為遠距總是在 跟教室是不一樣的 那還有呢如果你覺得 這種上課方式 有什麼樣的建議 不管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表單是匿名的 好就麻煩各位幫忙填寫一下囉 那我們今天 主要就上到這邊 那 如果你的那個護品還沒有完成的 也麻煩你 幫忙把它完成一下 今天一樣 老師上課都有錄 等一下呢 我就會把它傳到 雲端硬碟 跟YouTube的上面去了 OK 好啦那最後呢 還是要提醒大家 最近疫情 比較嚴重一點 請你不要 到處爬爬罩 就利用這個機會呢 在家好好的休息 好不好 OK啦 拜拜 拜拜 拜拜